你的能耐可是无人能比呢 淑妃和十二哥的命 都舍在你手里了 你还无能 太后赎罪 尊妾不敢呀 不敢 淑妃临死前 问起了做胎药一事 这做胎药里的古怪 皇帝值 欺辱之 哀家悄悄指的 淑妃这突然问起 自然不是从咱们嘴里说出去 令主 您曾偷偷学了淑妃娘娘的做胎药喝 后来却突然不喝了 自然是知道了其中的古怪 淑妃娘娘见皇上前 只在十二哥的灵堂上见过一回 除了您 还会有谁说出真相呢 太后 臣妾 臣妾 我 并是这做胎药 和淑妃的丧子之痛有关 淑妃才会伤心发狂 是吗 臣妾没有 臣妾不敢 臣妾真的什么也没做 甫家 你查出个什么好东西 拿出来让令妃瞧瞧 是 令妃 淑妃有孕的时候 你给她吃的东西 全在这儿 每日一包 你自己吃下去 哀家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令主 您敢给别人吃的东西 怎么自己便不敢吃了呢 吃 太后凶辞 太后凶辞 湛群再也不敢了 那你自己说 到底做了些什么 说 我 臣妾 臣妾一丝糊涂 妒忌 淑妃有身孕 给她下了 维尔盛情脆弱的药 但是臣妾不是有意 也毒害十二哥的 我 我只是想 想让淑妃容貌受损 不得皇上宠爱罢了 那江宇宾赶回来 为淑妃医治 中途因病耽搁了 也是你做的手脚了 是 是臣妾埋通了医生 给她下了 腹血的药 这么好的心思谋算 哀家在宫里这么些年 算是碰上一个厉害的